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还给蔡英文主席一个公道 别让抹黑决定台湾的未来 过去这一个月吵得沸沸腾腾的宇昌案 给我们科学工作者很深的感触 生计本无色 但选举政治却正在践踏生计幼苗 宇昌是个很好的生计成功规范 却难逃政治抹黑 台湾绝对有发展生计产业的潜力 可是如果我们敢梦却不敢做 想飞又飞不高 预事又担当不起 黑白不分 那么发展生计产业就只是一场梦了 今天摆在眼前不可磨灭的事实是 宇昌生计新药的发展 已成功完成第二起临床试验 国发基金的投资也是人民的投资 以获利大约10亿新台币 我们很清楚蔡英文主席已奉献的心情 竭尽所能为国家生计产业发展 热心效劳 我们有幸观察蔡英文的作为 深深感到她正直有能力 很冷静 很理性 一直都把国家跟团队利益摆在第一位 是值得信赖的人 我们本着科学家的良知 向您郑重背书蔡英文主席的人格 经验与操守 我请教是康议员 这总共有87位对不对 87个 80几个 学术界的人士连数反抹黑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愿意站出来 这会是第一批吗 后面还有没有 来怎么样看 今天那份声明里头 大概是87个科学家 那这87个科学家里头 有23个是中研院的院士 那据我了解 后面还有一些科学家 会陆续站出来 那我在那个声明里头 你看到一句话 他说 这次的选举 宇昌安被抹黑 他们在最后写说 他们为蔡英文的人格 来做背书 那希望说一起 来共同努力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次的选举 我们看到国民党 为了选举不惜一切的 把这些优秀的 生技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讲成科技的败类 讲成三七个 那多难听的话 那国民党为了这次的选举 也把整个生技产业 或者是国家正在发展的各种产业 都抹杀掉了 他过去发展的 包括未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这些科学家就忍不住 终于出来发表一份声明这样讲 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们唾弃抹黑文化 他们是背书蔡英文的人格 那我们也去想到说 在这一段期间 国民党的抹黑文化 应该不止这一件吧 国民党的抹黑文化 除了宇昌爱尔 还有很多案子 甚至国家机器都介入 甚至还有刘毅如的帮凶 在那边伪造文书 所以觉得很痛心 这些科学家也很感谢 他们能够站出来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那些议题 比如说到底中国的 经贸 两岸的经贸 会不会影响我们这次大选 很多外国的媒体 这阵子都来讲 不管是华尔街日报 或是纽约时报 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 站在专业的经济议题的 这些报纸 他们对于这样子 这次大选的观察 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 尤其其中有讲到ECFA 其实我们记得 马英九在推ECFA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说ECFA会让更多的 中国的钱来台湾投资 ECFA会让我们台湾的产品 去到中国更有竞争力 会让台湾的产品 去到中国的市占率会提高 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那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钱有来台湾比较多吗 没有啊 是去中国的钱越来越多啊 那我们台湾的产品 去到中国的市占率 真的有提高吗 并没有啊 过去我们台湾的产品 在中国的市占率 大概有到10%左右 可是去年只剩下7%而已啊 我们在中国的市占率的比率 是越来越低的 那就是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 如果越来越低的话 代表什么 我们的竞争率是越来越差的 所以ECFA从这两点来讲 在中国的占有率 市场的占有率 竞争率 跟中国的钱来台湾 或者是我们的钱去到中国 这种的比较 完全并没有他当初 马英九说到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些经济为背景的 这些专业的报纸 如果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认为说 马英九的中国开放的政策 对台湾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甚至哦 让很多的产业 尤其是中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的 这些劳工朋友们的就业机会 其实是降低的 只有造就了 可能有造就了某一些产业是不错的 这我们不能否认 但是如果让多数的 中低层的这些劳工朋友的机会 就业机会都没有的话 这些人难道不会出来反省说 过去我们相信 马英九可以因为开放的政策 让很多中低收入的 中低就业机会的人 他有更好的机会 这样的梦是幻灭的 那人家还会投他吗 我觉得最主要是在讲这一点 是 其实它里面有一个 华尔街日报 它的观察里头 访问到一名 四年前 票投给马英九的选民 这个英译叫做吴国民 他最近因为近年来 房价飙涨 让他停马态度转变 他认为北京 并未因马执政而变得友善 北京的态度还是很高傲 认为台湾的一切都败中国所赐 如果没有中国的恩惠 台湾就会失败 我这个票要投给蔡英文 因为要让北京知道 台湾人是不能够被买通的 所以呢 来定于兄 从这样的一个外媒的分析 从这样的将近百位的科学家站出来 这背后的意义在哪里来 我现在很客观的念一些外国媒体 而且都是大媒体 他所讲的 比方说BBC 最近讲台湾这种总统大选 建区黑暗 我待会哪一个正在发生黑暗的相片 我抓到一个相片 第二个路透社 路透社引用洋溢 也就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的讲法 说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呢 华尔街日报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 经济学人在去年 其实没有多久了 2011年 12月25号那一期说 马执政以后 威权复辟 民主倒退 而最新的一期 经济学人跟Wall Street 这个Jona 讲一样的东西就是 马英九当选连任的几率 越来越低 那后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看 站在马英九旁边是什么人 中国国民党 在中国特殊少数 我讲不是从全部台商 特殊少数得利的台商 被绑住了 不管是鸿海 或者是长龙 还有交代谁 中国的因素 可是在蔡英文这边的 我们看到了 从小企业一般人民普罗大众 再加上这87位科学家 这一面就有两个价值 一个就是说 我责戴中国的 我这次都天马英九 我生在台湾 外在台湾 我未来的子孙 要在台湾永久发展的 现在都站在蔡英文身边 打死我都不相信 责戴中国的 会比生戴在台湾的比较多 我觉得不相信这个 那我们再学一个 举实际的例子 为什么民众 可怕也签了啊 中国观光客 每天来要查夜店啊 为什么你们这些刁民 都不支持马英九呢 为什么我给你讲 经济很好啊 我要告诉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最近看到很多 诉说着美好的广告 你国民都太有钱了 说到10条 有9条都能做到 加上政府一条 差不多10条都能赢了 这些美好后面的数字是什么 我们2007年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外国来台湾投资是154亿美金 154亿美金 2010年 外国来台湾投资 只剩38亿美金 不是马上好吗 不是ECFA会带来投资吗 不是ECFA签下FTA就有了吗 再来 2007年 政府举债 那一年的举债是1017亿 2010年马政府举债 4797亿 就这么多钱 第三个数字 这个 我们的这个 87万 低收入户的人数 从2007年的87万户 到2010年变成114万户 最好几个受理就是房价 在民众之前的时候 我的薪水跟房地下的比价 通常分成全国跟台北 全国是7.3台北的话是8.9 你知道今年是多少吗 今年全国变9.0台北变16.2 就是说我薪水去六亿的房子 越来越没中 所以一般人生活就知道 东西越来越贵 我买不去 今年薪水比13年前更加 你又跟我跟我说过 用我的薪金跟我跟我说我过得很好 我就以前看过许不了的电影 他没有饭吃就在墙壁上画一只鸡 每天看那只鸡配饭吃 人民不可以过这样的日子 那至于说郭民众在奥布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刚好正在发生 大概青春都还没有报 这个是在云林的现场 云林民进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李静勇 我们前天 苏之芬现场才说 郭民众会买票 会声会影消息 这么多检调你怎么都不办 都没办 结果今天检调去搜索李静勇总干治他家 今天检调去搜索李静勇 结果搜完了 什么都没有查到 什么都没有查到 现在就回来 说我们后面再继续说明 所以在婚里面的乡亲李静勇 陈杰如立委 刘建国立委 苏之芬县长 还有一大群民众 现在都在两点半开始 都集结在云林的地检署那边 要他一个交代 大家如果印象很深的话 苏之芬被早上天还没亮 也没有未传集聚就扣起来面 后来绝食到现在判无罪 也是云林地检署 而这一次告诉你说你要查会选 我叫你查会选 叫你来给我抓 那如果查到也就算了 查完什么都没有 我就想到有一个苦主叫徐国勇 当年一模一模 投票一模就几天去敲锁说你买票 结果查查那条纸 对手刷进完关的 现在这个奥婆出来 检调不只 他没有睡着你知道吗 你说都在检调睡着了 怎么都不查会 以前查会要报分数 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要检查你的情报 有几条情织有几条 今天好像都没列管 奇怪 郭民董请人家 所以没有困难 对啊 还有驾楼港六百块在网路上公开真材 我们好像冻着他在困 原来没有睡着 我告诉你怎么不抓 那我抓个绿的给你看看 照去敲李靖勇土库总干事他家 他家八十岁的老母在家里面 去敲敲什么都敲不 把我们八十岁老母 那他走到要死 然后现在回到地检署说误会一场 那我知道现在整个在云林那边 军众在那里 警察是把机器的军众董到外面 那李靖勇现在在这个云林地检署前面说 三点半以前 如果地检署不道歉不给了交代 他要绝食抗议 我想说国民董的老母 从现在开始未来不到八十个小时 大家拭目以待一定很多 真的是不到八十个小时 这人民的力量能够不站出来吗 我想请教师林向凯老师 你怎么要看这个八十七位的科学家 站出来这背后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有李远哲 李远哲当时在2000年 他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现在他选择在这站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看 因为台湾的学术界人士 不管科学家或是教授 一般社会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 还算有点公信力 所以站出来也有他的效果 但这一次跟2000年或是历次不一样 因为台湾经济不管你选总统谁当选 台湾经济要转型要升级 所以可能生技产业是我们未来的 台湾的关键或是策略性的产业 但是你为了一个选举 选举我们的政党轮替本来是民主政治常态 马英九他就是要做不好本来应该下台 他就是不要动用国家机器去变造公文 让你要让这个结果这个好好的一个生技发展的一个case 就被抹黑成 不管是图例或怎么样 我觉得科学家这一次跟2000年不一样 很清楚看到你一个这个生技的科技的生技的发展 可能跟选举完全无关 今天会被打成选举里面的一个 用成当这个棋子把它抹黑 我想科学家这个时候他站出来他其实要发出 向社会发出一个怒吼 太过分了 太糟糕了 是这样子来 徐律师 这是证明知道国民党在恶搞是不是 背后讲了一个生存意义吗 我说这些科学家站出来其实就是在告诉国民党 宇昌案里面真的是抹黑 你既然自己承认宇昌案不是弊案 也没有违法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这种抹黑而且甚至把科学家说他是败类三七辣 你国民党也没有认了个人出来说明道歉一下 还继续这样抹黑下去 一个科学家国际上有名是每一个国家抢着要的科学家 竟然给你国民党变成说科学家的败类跟三七辣 他们怎么会忍受得住呢 所以这些人就是真正学术的良心站出来 这个良心我们要转化说台湾到底这个良心还在不在 刚刚定宇兄讲的李静用 我这个消息其实我刚刚也有收到 我心里是非常的痛 为什么 因为我也被这样修理过 我也给人修理给 我告诉大家说国民党用这些手做工具 明明是蔡震源捐一万块 我一毛钱都没有捐 他竟然可以说我捐五千块来搜索我 搜索完了又报纸一登 徐国庸竞权总部被搜索 很多人就误会了 我就落选了 等到 还我清白是连检察官传都不传我都不必传说 五花团对了 好了算了我已经落选了 2008年我这样落选了 连我的学生都怀疑说 报纸登说老师会会选 我的学生竟然没有去投票 不能他是支持我的 今天李静用我要痛苦 李静用跟我一样是律师 他比我更资深 我做了30年 他做30几年了 他还当过什么 他还当过法务部的政务次长 在副部长 他就敢这样给你收理 敢这样给你送 你说什么事情不敢 刚刚讲的傅君臣 傅君臣 傅君臣 傅君臣他老爹接到团票 傅君臣不怕 他参加一个政敌 他老爹可能会身陷灵狐 不怕 想一想 张硕雯怎么讲 对不对 他老爹 用他老爹 干死把张硕雯恐吓 你要支持国民党 还有中南部 听说也有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他不算 你一定要出来算 这句国民党没人算 叫你一定要出来算 怎么不算 不算可能你老爹有问题 也不是你的官司可能有问题 甚至有这种传闻 所以我在说这种痛苦 今天这些学术界站出来 他不是只有讲学术的良心 他要告诉这个社会的良心在哪里 选举的公平正义在哪里 所以我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尽量今天去绝食抗议去站出来 叫地厢室要让他们一个共同 法副部要出来讲的时候 你知道李靖雯结架的时候 他也知道法院是禁止职位游行 他也知道这是法副部 他做到法副部的长官 他去结架的时候 他心里痛苦到无奈 大家想看看 要收听 我说 大家民众不能算 就是要看 要看政府如何来处理这种事情 你不能放李靖雯在高端 所以一定要在 Room 要站出来 要做完 要等一失 千万别擅长 你为了跟 strand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觉得说 国民党要站出来给了个交代 定于 妳这个画面 就是刚刚 李靖雯他拍的 gambled 就是今天 今天的静坐的画面 正在发生 他陆续把项片都传上来 我們可以看到最下面 左下角這邊 電視機左下角那邊 你看到群眾越來越多 整個聚集在地點署外面 因為這太鬼扯淡了 算是剩80點斤 要求你查會選的是 收集分管長和李靖用 結果完全沒有證據的情形下 就像當時高雄 把人家喝喜酒整個攔下來 現在交代了沒有 差不多 因為去查案 查到現在 你把李昆哲去看的李長請去 人家吃蜴蜴 高雄跨區來辦的那個檢察官 有沒有出來講半句話 李靖用剩80點斤 人民的選擇選舉有輸有贏 沒關係 你才能80點斤 先出這招 去幫人敲鎖一下 記者報報的 我是暫時李靖用剩下做這個動作 不要想當年的時光用 白白用 那時候他太高意 你這樣後期之後 還要躲躲躲躲沒有了 而且這個事情在各地都陸續會發生 傅崑崎的事情 昨天是宋楚瑜親自證實 傅崑崎說這是我的政治導師 不支持我的政治導師 我只能去支持打壓我的政治人物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樣的社會跟政治邏輯 今天你要支持人民動 要支持民進黨 要支持國民黨 要支持武黨 自由選擇 可如果這國家機器用你的錢 買廣告洗你的腦 這個政黨用錯誤謊言的數據 跟你騙說他做得多好 剛好 這個人都用中國來幫你打擾 最後還用國家贏的 說無緣的手法 你沒有 有罪不去查 去辦什麼沒罪的人 這個不叫民主 這不是經過客觀選舉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在編造一個威權的政權 所以我是覺得 紛林林要加油 紛林林對劉建國補選 讓我們台灣看到希望 這一次的雲林地劍的事情 我覺得不是個案 而且要從這邊開始 我們好好關注這個事情 最後的關鍵性的 80不到小時的這個 所謂的競選活動 司法這是所謂另外一個招數嗎 法院真的是國民黨開的嗎 我們休息片刻 我們再回來